吉隆坡5级加利尔国家体育馆疫苗接种中心明天开始 将不再接收外籍人士登门接种疫苗 这使得大批外国人今天赶搭接种疫苗的末班车 接种中心外一度人满为患 超过1万人在现场排队 警方今早增派80多名警员到场维持秩序 确保所有人遵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根据交赖警局主任穆浩摩依占助理总监 相关疫苗接种中心今天准备了1万2千剂疫苗 但截至早上9点半 在疫苗中心外排队的人数多达1万8千人 警方被迫疏散数千人离开现场 所幸在警员的监督和协调下 现场并没有爆发骚乱 及时赶上的外籍人士 竟然有序列队顺利接种疫苗